长寿真的好吗?或许是一种煎熬国人平均寿命参考下 2022年新华社发布消息显示 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至77.93岁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令广大国人无比振奋 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提升 可以侧面体现出该国经济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医疗保障、国民生活方式以及国民健康意识等多方面得到了良好发展 过去能够活到60岁便被认为是长寿 而在今天许多人希望能够活到90岁甚至100岁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健康的追求 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长寿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长寿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朋友和爱人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更多的美好时光 共同经历生活的点点滴滴 长寿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无论是学习新知识、旅行探险还是为社会做出贡献 长寿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长寿也预示着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即将到来 长寿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更是对个人生活 家庭结构乃至国家政策的全面挑战 长寿背后的挑战 经济负担的重压 老龄化社会的经济挑战 随住人口老龄化 经济负担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家庭和政府需要承担越来越高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支出 特别是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长期的医疗费用会给家庭经济带来审重负担 此外 随住退休人口比例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挑战 影响经济增长 身体与心灵的煎熬 长寿带来的健康问题 长寿同样伴随着健康挑战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们更可能面临糖代谢异常 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等慢性病的风险 管理这些慢性病不仅需要定期的医疗检查 还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 除了身体上的病痛 老年人还可能遇到认知退化等问题 这对患者及其家人都是极大的挑战 社会孤立的寂寞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欲心理健康 社会孤立是老年人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随住年龄的增长 人们可能会失去亲友 社交圈可能变得越来越小 缺乏社会参与和支持网络 会导致孤独感和抑郁 进一步影响健康 因此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 维持社交联系 对于改善其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长寿并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没有健康作为基石 长寿便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长寿的定义应该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生命的长度 二是生命的质量 老年人如何体面的面对衰老 更有质量的长寿 健康不是偶然 长寿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研究显示 适度运动 均衡饮食 良好的睡眠质量 以及积极的社交活动 对延长寿命具有显著影响 例如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提高心脏健康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老年人饮食要定时 定量 每日食物品种应包含两股类 杂豆类及鼠类粗细搭配 动物性食物 蔬菜 水果 奶类及奶制品 以及坚果类等 控制烹调油和食盐摄入量 特殊病种除外 根据自身状况及爱好 选择轻中度运动项目 如快走 慢跑 舞蹈 太极拳等 每次运动时间30到60分钟为宜 夏天避免暴晒 冬天避免受冻 心态决定寿命 积极的心理态度对长寿同样至关重要 研究发现 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寿命更长 积极的情绪能够促进健康的生活习惯 减少应激反应 从而降低心脏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 建议老年人朋友一旦出现失眠 头痛 眼花 耳鸣等症状 并且伴有心情压抑 郁闷 坐卧不安 提不起精神 为一点而小事提心吊胆 紧张恐惧 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 常常自卑 自责 内疚 处处表现被动和过分依赖 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等或心情烦躁 疲乏无力 胸闷 睡眠障碍 体重下降 头晕头痛等抑郁症早期症状 要及时就诊 请专科医生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 让头脑保持敏锐 人的大脑从三四十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会逐渐萎缩 反应速度 集中注意力能力等方面的功能 也会有所下降 你可能会变得更加健忘 同时学习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住你注定要面临更大的问题 建议在平时让大脑多运动 学习一项新技能 追求一种新的爱好 或者找到一份能保持精神肌肉工作的锻炼方式 保持身体活跃和社交参与 使用工具 日历 笔记 应用程序 处理日常事物 以便您可以释放精神空间 来学习新事物或记住重要事情 老年时期不是放慢脚步的时候 而是继续探索 学习和成长的时候 老年人要学会以平和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积极乐观地面对老年生活